嗨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要来和你们分享 我是怎么画出这一个最近非常憨的 这种韩国女高中生 韩国女学姐的这种妆容 那大家印象中韩剧的女高中生呢 是不是都非常有气质 然后皮肤呢超级无敌好 还有这种妆容呢 也非常的精致呢 那今天呢 我就要来和你们分享 怎么打造出这种韩妞的氛围感 所以如果你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就继续看下去吧 哈喽 现在是早上十点钟 那我们开始化妆之前呢 就来护肤一下 那我这一个星期真的是最忙的一个星期 就每天不停地上妆卸妆 上妆卸妆 然后皮肤呢 就比较脆弱一点点 所以我今天呢 要选择一个可以镇定舒缓的精华来 缓和一下皮肤的状态 那今天用到的是这一个精华 是叫Coming Blemish Medical Serum 这一罐我每次皮肤敏感都会用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混油皮的亲妈 就是非常非常适合混油皮 然后你们看它是这样的 就是非常淡的这种质地 很水很水 就也不会怕黏腻 那疫情关系嘛 就口罩呢 真的是成为了必需品 那相信大家长期下来呢 戴口罩真的就是会有粉刺啊 痘痘的问题 那我每次就是长期在外面拍摄呢 戴口罩 回到家呢 就会长粉刺 特别是这一个区域 这几天就冒了很多 然后我这几天就疯狂在用这一个 就非常适合这个时期去使用 它就是可以很好的镇定舒缓 而且可以看得到 就这一个也是一个粉刺 这两天都有在用这一个精华 它就好的七七八八了 剩下结痂的部分 那我觉得它的质地呢 刚刚也给你们看了 就是这种非常清爽的质地 所以油皮也是会非常喜欢的 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 因为我也强调很多次 就是 上底妆之前的保湿工作一定要做得很好 那会用到这一个 这一个其实是我去年的其中一个Vlog呢 也和你们介绍过的这个牌子 它是韩国的一个小众的品牌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 那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就是Face Republic的这一个牌子 那这个牌子真的特别宝藏啊 那这个的话呢 是叫Vita Glutonin Cream 它的保湿效果呢 真的很不错 就拿它来做一个妆品的保湿呢 非常的适合 就后世上妆呢 就不会卡粉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它的提亮效果 它是这种淡淡的那种提亮效果 所以如果你那天呢 不想要上太厚重的底妆的话呢 其实你就可以擦一个这个 就可以出门了 让我涂完给你们看 你们看的就是这种非常自然的这种提亮效果 就不是那种很假白的那种感觉 它就像皮肤自己的 很健康的这种自然光泽的感觉 OK 那我现在来上底妆了 底妆 底妆 好 今天的底妆呢 用的是YSL的这一个 我刚入手一个多月的这个粉底 那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寒妞嘛 那相信大家对寒妞的印象就是 皮肤呢 都是水当当的像波勒壳的鸡蛋的那种感觉 所以底妆这个部分呢 是整个妆容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part 就一定要打造出一个非常漂亮 然后又很保湿的那种奶油水光机才可以 所以今天呢 我来教你们一个小技巧 就是不让底妆卡粉的一个小技巧 那就是我们先挤两本的粉底液在手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滴两滴精华液在粉底上面 然后再上脸 那我今天用到的是这一个 这个是叫Vita Capsule Luminous Serum 就这个样子把它混合 然后这个时候呢 粉底液就会变得非常的滋润 就是很水润的一个质地 然后我们再上脸 我肚子好饿 OK 然后再拿粉铺 把它铺开 直接按压 哇塞 你们看到这一个光泽感吗 那使用这种方法呢 整个妆感呢 就会非常的通透明亮 然后有光泽的那种 你们看整个妆感是不是超级漂亮 它就立马就有这种奶油灯泡机的 这种感觉 然后整个粉底呢 就是非常的服贴 就是紧紧牢牢地扒在你脸上那种感觉 那我们光说这个精华本身呢 是有合合八子油 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单用的话呢 就是单独使用它 在我们日常护肤的时候使用它的话呢 它是可以很好的帮我们改善我们暗沉的部分的 我真的好喜欢今天的这一个妆效 就非常的漂亮 快速的遮瑕 好 那今天的眉毛呢 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有杀气 就是温柔一点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我能否画得出 因为我最近真的太习惯画那种 比较有形状的眉毛了 那今天的眉毛的话呢 就比较自然地去勾出它的形状 就不要太刻意地去强调眉峰啊眉尾的部分 轻轻地跟着你眉毛本身的形状 去画就可以了 然后眉头的部分呢 就用刷子把它带过带过 它就会有一个比较自然的效果 好 眉毛呢大概就这样就好了 因为不需要太刻意地去强调眉毛 今天的眉毛应该没有很夸张吧 OK 那今天的眼影呢 我会用比较干燥玫瑰色系的 就是偏粉色啦 所以呢 今天选择了这一盘 DESIC的05号 OK 那首先呢 用这一个颜色 打个底 OK 接着呢 我们就用这一个颜色 好 接着就用这一个粉色了 轻轻地打在眼尾这边的部分 好 然后拿深一点的这一个 颜色呢 放在下眼睛 还有一个我最近学到的方法 我要教给你们 就是可以让眼睛看起来更深邃的方法 就是拿一个比较深的颜色呢 在眼睛 在双眼皮折肉的这一个部分 就眼睛一定要开着 然后呢 就直接往后半段扫 它就可以加深我们双眼皮那个折皱 就看起来眼睛呢 会非常的有神 就很深邃 你们看 立马那一个感觉就出来了 就你不要关这眼睛话 就需要非常自然地看向平行的方向 然后加深 很好看 这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妙的一个小技巧 这边也一样 好 然后我们眼头也加一点粉色 OK 那我们先来定妆一下 你们看定了妆后整个就感觉开了特效 开了滤镜一样 就这种磨皮效果 那今年呢 其实非常流行这种妆效 就柔柔的这种感觉 就非常的漂亮 然后今天用到的色号呢 是比较浅棕色一点的那种感觉 那眼线的话呢 其实只需要画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过的明显 就这种地方 眼头给它开一点 如果你们想要打造一个韩国女高中生的那种感觉的话呢 其实眼线就不要选太深的色号 就这个部分呢 画一丢丢 然后右眼画一点点 然后呢 轻轻的在眼尾部分慢慢的画 然后这个时候呢 重点来了 就用这种眼线笔呢 轻轻的把它勾出去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眼线胶笔 代替我们眼线叶笔 直接往外画 然后含妆的话呢 其实眼线不需要到太厚 不需要到太夸张 就轻轻的往外拉一条就可以了 就是这一个样子 然后右眼也一样 OK 上眼线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下眼线一样 轻轻的勾出一条就可以了 就研究你的睫毛后半段的部分 好 然后这边 好 然后我们快速的夹个睫毛 因为其实眼妆呢 并不是最大的重点 OK 睫毛一样用的是浅棕色 Lily by Red的三号色 然后就非常简单的刷 没有什么技巧 就从下往上 可是尽量呢 把所有的睫毛都刷开 就是刷整齐一点 不要 尽量不要把它们都黏在一起 OK 睫毛部分好了 现在呢 就要来画卧蚕 卧蚕的话呢 会用这种亮片 可是呢 你们一定要记得 就是不是整个都涂亮片 我们先用这种遮瑕膏 先画一遍我们的卧蚕 轻轻的点开 这边一样 看到吗 这边就会膨起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用亮片 然后轻轻的点在上面 就你局部局部的点一点点一点点 就不要整块都涂满 这样的效果就会非常的自然 然后这边点一点点一点 就慢慢的点缀它 现在呢 就要来画笔影啦 笔影其实也不是重点 所以我们就非常快速的带过 OK 各位大家现在重点来了 我们的这个妆容的精髓呢 就是腮红 就我观察呢 很多韩国的女高中生呢 她们的腮红呢 都打得非常的统一 就是都是两块 然后很蓬的在面中的部分 就会凸显整个苹果肌 就很好看 OK 腮红的话 我用的是3C的Rose Beach 那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 那来化寒妆的时候用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寒很寒的颜色 那腮红的话呢 注意手法 还有位置的部分 我们不能超过苹果肌下面的部分 就从面中开始点缀 画圈点的方式 一边画圈一边点 然后可以慢慢的扫开 看到吗 有了腮红是不是整个就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这边也一样 好 然后呢 我们用回刚才鼻影的刷子 一样点一点腮红 打在我们鼻头的部分 就会显得我们整个就是非常的机灵 非常的可爱 OK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精髓就是点质 点质的话呢 我都是用眼线笔 就用叶笔 然后呢 今天一样点在眼下的这个部分 这部分其实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出错的一个位置 就是整个感觉和气质都会不一样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呢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口红 OK 那口红的话呢 我发现今年它们比较流行的口红呢 都是纯泥质地的 就是上嘴呢 是像泥土一样的 就是非常雾面 然后柔柔的那种感觉 那我今天呢 使用的是Into You的11号 这个是一个非常温柔 非常寒的一个颜色 你们看 我要把它抿开 纯泥呢 其实就是这种质地的 就是这种雾雾的泥土的这种质地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唇泥的 然后慢慢地把它抿开 抿开 抿开 它就会慢慢地融入到嘴唇边缘这种部分 也可以达到一个风唇的效果 然后呢 你们也可以用手指把它弄出边界一点 是不是很好看 我发现之前呢 韩国都非常流行橘色调的 可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这种眉调啊 然后比较温柔的这种颜色 OK 那我们的妆呢 其实就大概化好了 然后你们看这个底妆效果 是不是就非常的雾面 非常的好看 比如现在韩国比较流行的这种妆感 那我刚刚就换了一身衣服 可是我就插一个领带 要不然会更好看 那我先前去搞一下头发 马上回来给你们看 OK 那我们这个妆容视频呢 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有学到东西 其实这一个妆呢 并不会非常难化 就是它的重点呢 就是腮红还有口红 还有这颗痣 反正呢 它的精髓就是弱化你的眼妆 然后把腮红还有唇妆呢 放重 就可以打造出这种很好看的这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刚才没有提到 就头发呢 上半部分呢 一定要非常的蓬松 然后下半部分呢 就稍微打理一下 整体的感觉就会很好看啦 对 那希望你们看得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